安卡拉大学教授埃尔根·艾美迪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说 生活在东都决散的同胞兄妹四人因自己身在国外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余年的重刑 中国当局在2016年底通过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去极端化条例后对穆斯林手术民族严加管控 生活在国外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亲人的死活 他表示试图各种途径想要得知家人的消息时 中夷在一年前家乡友人发来的消息 得知13位亲人因感冒在医院治疗 埃尔根博士说这是秘语 在医院治疗所指的是集中营 也就是说被当地政府抓捕关押了 埃尔根·埃美提于2006年至2016年间 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秘书长一职 现在定居土耳其 目前已向总统埃尔多安提出声援请求 协助营救狱中家人 东都决散文化和新西逐行主席 阿波多吉里里·卡拉喀士先生发表声明说 中国继续威胁或绑架维吾尔人在东都决散的亲人 以此试图施压和阻止他们的活动 我们绝不能对中共的压迫保持沉默 而必须团结一致 对中共在东都决散和国外的压迫采取行动 中国官员表示 此前在东都决散一家防疫中心拍摄视频 显示自己被靠在床上的维吾尔模特已被依法拘留 这名名为麦尔达纳巴的模特在今年2月给家人发送了自己的视频和一系列文字短信 他们后来被发送给BBC并在本月走些时候发布 在BBC向中国当局就此提交了一系列提问的两周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以书面声明的形式做出了回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37条规定 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 在移交和办理手续期间 麦尔登·阿巴做出自残自伤和针对警察的过激行为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相关制止措施 并待其情绪稳定后及时解除了措施 BBC向麦尔登·阿巴居住在荷兰的叔叔阿波杜·哈契姆·阿巴出示了中国政府的声明 他叔叔说如果警察想帮助他重新安置工作什么的 他们应该在佛山帮助他 因为他在那里工作并且在那里有房子 并称所以他不应该被强行送回库车 美国和欧盟21日宣布 达成旨在扩大数以美元商品市场准入的有限关税削减协议 这是20多年来美欧首次达成一览子关稍削减协议 在美国和欧盟兼人存在苦干贸易争端之际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和欧盟贸易执行委员梅根发布之相联合声明 颇令外界感到意外 两人在声明中指出 我们详以此减关税案来标记一个进程的开端 将引领达成更多协议 创造更自由、公平与互惠的扩大西洋贸易 协议规定双边调整关税税率起始时间追随至今年8月1日 根据协议 欧盟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 取消对美国进口鲜活和冷冻龙虾产品的关税 为期5年 同时美国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 把从欧盟进口的收拾、水晶玻璃制品、打火机等产品关税税率减半 在伊斯坦布尔新宫办公厅发表讲话的总统埃尔多安说 土耳其在黑海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然气田 埃尔多安说 我们的法蒂赫钻探船在突南1号去勘探时发现了3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储存 这是我们完全靠自己的条件进行勘探的 从细填数据的数据显示 在同一地区还有发现新天然气的可能性 埃尔多安承诺说 低中海的钻探工作将开始 埃尔多安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向我们的人民提供黑海天然气 中国四川伊宾市发生路面塌陷事故 造成停靠在路面的数量小汽车掉入坑洞 报道称 居沟测此次塌陷面积约500平方米 地点位于伊宾翠平区 单位造成人员伤亡 据中国媒体报道 此次塌陷造成21辆车掉落 塌陷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当中